我們看到這一題 他說請問你下列去處何則錯誤 那當然他找什麼東西 他找的是找那個0.999的那個 三四方是多少 你有兩個方法 一個暴力法 你就只能把0.999乘三遍 當然我們是不建議這麼做 好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先把A這個小數點 會先換成分數 所以要點多少 他是這樣大概1千分之999 9.999的三四方 對吧 那對於你而言 你的唯一的問題應該是在 9.999而不是在1千 所以你的算數會少這個東西 找 9.999的三四方到底是多少 那1千的話就等於說 往後面除那個 10的3四方就好 1千的3四方就等於4的9四方就可以了 所以你找找 9.999的三四方 那9.999的三四方 那9.999的三四方 就是相當於1千 減1的三四方 對不對 好那等於4 有公式吧 A減B的三四方等於4 他是等於A平方 對不對 剩下3A平方B 加上3A平方 加上3A平方 然後呢 再加上 再減量 B三高 這樣子 不會啦 在公司出去就好了 好 那算數的結果呢 快速幫你看一下 答案就等於 9.997 2 997 002 9999 997 002 999 OK 好那當然你要找這個 A嘛對不對 所以A的話就屬於這個 10的三四方分之這個答案 呃 對不起 10的九四方 10的九四方分之 9 9 7 0 0 2 9 9 所以 也就是說 把它 從小就給你看 然後移 9位 所以 1 2 3 4 5 6 7 8 再往前移一個 對吧 所以答案合 0.997 多 好 那很明顯的 先完整 0.997 0.997 0.999 那對一下答案出完 很明顯它應該介於 比 997還大吧 對不對 比997還大 那 比它還要小 所以 很明顯這個4這個答案是 錯誤的 因為它應該比997 1還要小才對 OK 好 這第三題解法 OK